这一期是来解决办公室网络卡住的问题 他们总共有四层主路由放在一楼 然后每一层都有个路由器放在多电箱 作为WiFi使用 这路由器上面的网线是通到每个房间的办公区 他们网络具体卡的原因 那我就先抓包分析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通过网络抓包可以很好地分析目前网络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快速解决网络故障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要是这样抓包整道网络的问题的话 那群竟然在我评论区的优越档 以后会会又不来了 要知道我有一半的流量都是他们给的 这可不行 于是我关闭了抓包软件 还是用我的图方法来检测网络 我先来到一楼的主路由测下网络 毕竟这里是所有的网络源头 要是这里已经卡了 那楼上就更别说了 检测网络不需要什么技术 随便打开个测速软件 直接测速就行了 够简单吧 他们办理的是500兆的宽带 我测速的结果是500兆多一点 那源头的网络是没问题 那下一个步骤是 查询电脑目前的IP地址 查询的方法是 右下角点击右键 打开运行对话框 输入CMD 召唤出多时间面 输入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我就不读了 小胡我 普通话都不标准 上次用英语读出这个命令来 被他们笑了一个多月 我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呢 输入完后 它会显示我们电脑的IP地址 和其他信息 我们只要看它默认网关就行了 我们找到默认网关 它这串IP地址 就是路由器的后台了 我们只需要记得这个就行了 至于为什么要记得 我后面再讲 我发现路由器旁边 还有个PO一交换机 上面的线路 我目前不知道是干嘛的 我暂时先不管它 然后我来到二楼测架网速 看看它网速到了二楼 有没有衰减 一样先打开测试软件 点击测试 测试完后发现 网速来到二楼 也没有任何的衰减 那就继续下一个步骤 打开到时间面 输入刚才的命令 找到默认网关 然后记录下来 因为我想知道 二楼的网络是一楼负责的 还是经过这个二楼的路由器 中转后再提供的 这个很重要的 查询发现 二楼的默认网关是一楼的 那这就代表 二楼的路由器不负责地址转发 所有的工作量 还是靠一楼的路由器负责 接下来我们去三楼 一样测试网络 看看有没有衰减 然后查询三楼的默认网关是多少 经过宽带测试 网络没有任何衰减 到三楼一样500多兆宽带 查询网关的结果发现 三楼还是属于一楼的网关 那么三楼一样 是由一楼的路由器 直接提供网络 二楼和三楼的路由器 没有做任何地址转换 就这样测到四楼的时候 我发现网路从500兆 掉到了100兆 那肯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我看到有根网线上面写的主线 想必这个应该是负责四楼的网络主线了 我用它插在电脑上测试发现 居然也是100兆 没理由啊 四楼的网络怎么衰减了这么多 我也看了这网线 这限制打八星 这是现在网络的 我只能用测镜仪来测试一下 它是否断新了 我接上去的时候发现 一和二灯居然亮了 这种情况肯定是另头插在PO交换机上了 大家会还记得一楼有一个PO交换机吗 还是百兆的PO交换机 应该是四楼的主线 接到了这个交换机上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 我下楼找到这条线 对一下就知道了 由于我在四楼拔了线 我通过看交换机上面哪个接口的灯不亮 就顺利找到了这条线 我用群体对了下线 四楼的网络只有百兆的原因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这下我就搞明白 他们整个楼的所有线路了 一楼主路器上面的三根蓝色线 应该是分别负责 一楼 二楼和三楼的网络 至于这灰色线 接到了PO100兆交换机上 再传到四楼 这就导致四楼只有百兆网络 好了 到这里 我已经知道他们网络不好用的原因了 但是我一路上 看见他们的路由器挺多的 比如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所以我要考虑 这些二级路由器 有没有释放IP地址出来 扰乱整个网络 这种情况 抓包一分钟就能知道了 要实在不会抓包的话 那我们就打开多时界面 输入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是让你把电脑的IP地址还给路由器 这个时候你电脑没有IP地址 会直接动网 然后再输入这个命令 向路由器要一个IP地址 你电脑又可以上网了 如果你输入了这个命令 电脑仍然不能上网的话 那么这个网络内 就存在某个路由器 干扰网络的情况 而且这里的默认网关 也会显示出那个干扰网络的路由器 后台IP地址 不过我这里是正常的 但是不一定能排除 没有干扰路由器 因为这个方法缺点是 只有50%概率能测出来 所以要重复操作几遍 小胡我为了节省时间 写了一个脚本 我只需要输入次数就行了 我这里就让电脑运行15次该命令 如果15次还没出现其他网关的话 那么这个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经过15次的检测 确实没有干扰网络的路由器存在 好了 经过以上的综合检测 我已经完全确定 他们的网络不好用的原因了 那就这个主路由器 带不动这么多人同时上网 我在网上查了下它的参数 有效待机量也就10来个人 我记住它的后台一看 连接的设备数量居然有28个 这个远远超过了这个路由器承受的范围 所以这种情况只能换企业路由器了 值得一提的是 我即使换上了企业路由器 也只能保证他们有线网络的稳定 并不能保证他们无线网络的稳定性 因为人家预算有线的缘故 没有采纳我的AC加AP方案 不过这样的改造 也足以让他们网络大幅度的稳定多了 好了 这是一家医院给我发来的视频 他们打算调取监控 却发现13号之后 全部的监控录像都没了 手机也无法实时观看 离奇的是 手机现在居然可以看到 13号之前的所有录像 给大家看下 11号的录像可以随便回放 这怪的很吧 7号的录像也可以随便回放 还真的是13号之前的所有录像都可以回放 这次就有意思了 难道有告诉人 把13号之后的录像全部伤了 既然手机能回放 那手机当前又无法实时观看进攻 又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于是我打算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一进来的机房 发现居然有这么多设备 没事 设备越乱越好 设备越乱 先来的越多嘛 就怕你不乱 由于这个显示器需要遥控器才能打开 他们去找遥控器去了 那我先排查一下其他问题吧 它这里有两个录像机 一个32路的 一个8路的 我顺着录像机往线 发现两个录像机 都是插这个24路交换机上的 想必这个是主交换机了 那我得测试 这个交换机正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 那么我还能给它换个新的交换机 想想都没滋滋 我用电脑插上去看看什么情况先 这里有个小窍门 我用录像机支撑那些网线插在我电脑上 这样的话就可以同时排除网线的问题 经过询问得知 他们有37个监控 我电脑收拾软件也能收到这么多摄像头 我这里之所以选择38个 那是里面有一个8路的录像机在里面 简单这么一排查 那交换机和网线是没什么问题的 应该是录像机那边有一场了 这种情况我当时判断是 可能是硬盘出了毛病 但是细想也是不对 要是硬盘出问题的话 应该是全部录像丢失来对 没理由单单只认13号之后的录像丢失 很大程度还是录像机出了什么问题 等了一段时间 我要来遥控器打开屏幕 打开那一刻发现 全部通道都没了 没理由啊 我测试交换机正常 主线也正常 会啥全部摄像头都断开了 我只能进入配置里面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点击左边的网络配置 查看这录像机IP 发现录像机是属于DHCP或取地址方式 我这里记一下录像机的网段为 192.168.110段 然后再看看通道里面的监控IP 结果发现摄像头的全部异常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录像机的网段为 192.168.110段 这里的监控网段为 192.168.1段 那就是网段对不上了 这里的网络肯定有人修改过 我经问询问才知道 几天前他们更换过录像机 录像机跟着新的录像机IP地址变了 这就导致了 摄像头和录像机IP网站不匹配 就断开连接了 所以录像机最好是精彩接入 这种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像我这样 勾选住全部监控 然后选择删除全部通道 等上方的一会儿 再点击左下角的在线设备列表 就会看到全部摄像头都在下面了 我们点击全选 把已连接的勾去掉 之所以出现已连接 那是因为这几个相同 被其他录像机添加了 我这个录像机添加不了 所以要把它取消 告知完成后点击添加就行了 待会儿看见没有 点击添加后 全部的摄像头IP地址 都变成了192.168.110段 我们点击运览画面 就发现全部的监控 陆陆续续都显示出来了 有情提示 万不得已要删除 全部监控的情况下 你们要像我这样拍照下来 你一进添加后就发现 之前的监控位置 和现在的监控位置不一样了 有些地方比较讲究 叫你必须恢复成之前的画面顺序 我这里知识也全上了 就是为了示范给你们看 山那会儿很帅 我通过顺序挨个添加摄像头那会儿 那叫做一个惨了 我是为了示范给你们看 所以你们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下一期就比较有意思了 你能想到 大华的录像机 连自家的摄像头都说不到吗 好了 下一期再见了